从介绍美国的商业地产到分析川普未来的投资移民政策 南加州华资商业地产开发商YK集团 不只看好的是美国经济能够持续稳健的上升 更棒的是位在美墨边际的EB5区域中心投资案 仍然有机会缔造出几乎百分之百的成功率 一起来看深入分析 看好南加州美墨边际拥有近5万人的 Alcentra 中央市未来高速发展的潜力 YK集团特别联合市议会和Target 选在临近86号高速公路 超过32公顷的大区域 一步一脚印的推出全新建案 Alcentra Town Center 我们做的东西就是保守在保守 你确定了你定点定向来开发 这样的话会最安全定什么样的租户 因为我们是以收入为主 什么叫商业 没有收入就没有商业的存在 因为你不是在买卖一个东西 你是在创造一个生意 所以对我们来说 不管你从港澳台过来的朋友 全世界来的人在美国投资 我认为地点当然非常重要 但是最重要的是它以后的前景 就像今后的五年 美国之所以会加息 一定是经济好才会加息 可是因为消息放出来了 又不会马上加 这是一个好事情 所以我们认为 美国经过这几年的衰退 然后回来了 它会寻思渐进的 很稳步的往上走 不会像以前一样 重蹈覆辙以前的错误 而面对从无到有 短短几年就要开发出 中央镇中心商场 超过17公顷大的 大型连锁商店与办公室 YK集团秉持创业超过20年 且专进一条龙的开发专业 董事长卢顺鑫 小部包括麦当劳 还有这个所有的商家 他会进来的时候 他要看跟着走 所以我们就有这个信心 那我们有签了约 我盖给他 按照他的需要 尺寸盖给他 这就安全 包括BOA 美国银行也是我们的客户 他只要Wallmark进来以后 我们这些签的都是 长期合约 所以就带动 整个一个小区上来 不只开发商场有一套 考量中央镇中心商场 10年后的城市发展 商家进驻 以及人口增长 YK集团更大手笔的开发 21公顷大的住宅区 来帮助商家 创造上千名就业后 可以留住优秀员工 政府反而要求说 赶快你盖Apartment 所以我们Apartment开好以后 他走路就可以上班 所以你这个Apartment 我们也不卖 我们出租 两房一厅一出租的话 给员工特优的价钱 一个月超过1200块就好 所以我四千320户的话 我一年大概将近650万的收入 那650万的收入 这个用Apartment来算 大概有1亿1千万的价值 我们的总投资 可能差不多6千 7千万不超过 利润是很高 不只创造就业机会 更棒的是YK集团 还针对城市需要 积极规划与配套 打造城市未来的10年愿景 例如中央镇中心商场 还特别设立凤凰城大学 是美国最大的网路远距教学网 诸如此类的合作 补胜美举 都是要帮助城市 繁荣未来10万人的生活圈 政府有这么好的一个移民政策 让我们也能够利用 这个移民政策的钱 来取代银行的贷款 让我们能够很安稳的 不能说是生存的 而是能够做得更好 所以我每一个项目 其实都是开放出来 让投资移民的人 做一个选择 同时也有投资人 也愿意跟我们一起走 但是我们就要让他确定 因为他的目的 并不是来做投资移民 他是来做投资 投资的选择性更多 所以你就要更要注意 哪一个是你的 而因应川普新政策 预估未来将更加严格要求 各种移民申请 卢顺欣则信息满满地指出 透过YK集团最保守的经营策略 以及7年来 搭配EB5区域中心的开发模式 便能让全体投资人 都有机会站稳脚步 最终实现美国梦 这个Panda 我是租叫Ground lease Ground lease就是土地 那只租土地给它 它商家自己盖 那我土地45年 每年大概要7万块的租金 而且是每3年5年 它有它的increase 就是说它的通货膨胀率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的价值是越来越高 所以换算回来 你有一个7万 那你有10个的话 一年就70万 也是很可观 那我们公司是这样子 慢慢地来成长 所以有三个 一个是这个200英格 El Centro那个是155英格 这个Pomona这里是72英格 所以这样的一个成长 算是很棒 因为我们没有卖 就一直在扩充 结合开发专长 打造大型商圈 繁荣整个城市外 YK集团更预测 未来川普的新政策 将更看重美国内陆地区 城市与商业的复苏爱 因此EB5区域中心投资 绝对不会少 观众查询更多讯息 欢迎上YK集团官网 东新闻未宽用 是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